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 3月25号星期一 欢迎大家参加王静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的主题是 习近平的台湾剧本是否会落入蒋介石的苛旧,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 我们先播报3月25号直播二的要问简报,第一个 自由亚洲电台报道,美国财政部和英国外交部3月25号同时宣布 制裁武汉小瑞智科技有限公司,以及中国公民赵光宗和倪高斌 指他们与中国黑客组织ATP31对美英进行了网络攻击 美国司法部同时起诉7名中国公民 指他们串谋实施电脑入侵和电信诈骗 美国财政部发表声明指出 ATP31是由湖北省安全厅的中国情报人员组成 他们代表中国进行网络间谍活动 2010年ATP31成立武汉小瑞智科技有限公司 作为开展网络攻击行动的幌子公司 ATP31的目标是美国高级官员和顾问 包括白宫、司法部、商务部、财政部、国务院以及国会议员等 与此同时这个组织监视各国的政界人士 外交政策专家、学者、记者 支持民主运动的人士 美国财政部发表声明指出 被制裁的赵光宗曾经在2020年发动针对美国海军学院 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的网络攻击、网络钓鱼行动 赵光宗还对香港立法会议员和民主活动的人士 实施了多次网络钓鱼行动 倪高宾则是协助赵光宗进行网络攻击 制裁是要揭露中国的网络攻击行动 防范危险 美国司法部指出被起诉的七名中国人 都是和黑客 黑客攻击有关系 他们七个人都住在中国 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 克里斯多夫雷说 中国持续和公然的破坏网络安全 针对美国人和美国的 创新 今天美国提出的诉讼 就是要揭露他们的行为 英国副首相杜永敦在国会表示 ATP31曾经在2021年到2022年企图入侵国会议员的电邮 美国选举委员会的系统 但是中国的行动被网络安全措施拦截了 没有造成影响 英国外交大臣卡梅伦表示英国 完全不能够接受中国的组织 和个人攻击英国的民主制度和政治进程 他直接和他曾经直接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 提到事件并且传召中国中英大使 郑泽光表达不满 英国太阳报报导说 中国的黑客针对多名英国的国会议员 包括跨党派 西藏问题小组的成员罗顿 苏国兰民主党的议员麦克 麦克唐 两人之前曾经声援西藏人权反对英国过分依赖中国 2023年被中国制裁 英国每日电视新报报导说英国政府消息人士指出 最近在网上流传凯特王菲有关的假消息 包括他已经死亡 威廉王子有婚外情等都是来自中国 俄罗斯和伊朗 这些国家散布假消息是要破坏英国的团结稳定 澳大利亚政府3月25号 3月25号发表声明说 澳大利亚与英国以及其他国际伙伴一道 严重关切中国政府的网络攻击 这种针对民主开放社会的攻击是不能接受的 这种行为违背国际义务和期望 必须停止 所有的国家都要在网络上负责任的行动 俄罗斯音乐厅3月22号发生恐怖袭击 已经导致137人死亡 随着这场恐怖袭击的政治化 外界发现袭击事件中越来越多诡异现象 第1 莫斯科音乐厅距离莫斯科特警基地只有5分钟的车程 可是莫斯科特警 而且莫斯科特警基地也是24小时值班 但是莫斯科特警在恐怖袭击发生之后 一个半小时才到达音乐厅 恐怖分子在音乐厅只停留了15分钟 这是第1第2 俄罗斯国家动马议员前国民警卫队的顾问 辛什泰英表示 警铃音乐厅就是个军介库 军介库还驻扎着一个快速反应小组 这个快速反应小组 有几十支马卡洛夫改进版的手枪 和马卡 就是 马拉叫什么 卡拉斯尼科夫突击步枪 卡拉斯尼科夫 突击步枪 但是这个快速反应小组 没有前往音乐厅救援 第3 有视频显示枪击开始的时候 有好几名俄罗斯的特警 和警犬就在音乐厅 枪击发生之后俄罗斯特警和警犬 都神奇般的消失了 第4恐怖袭击期间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有官员在音乐厅里 视频显示 音乐厅里有几个蓝色衣服的蓝衣人 枪击事件之后其中一名蓝衣人将一名正在走向出口的女子 退回通道 他要走不让他走 蓝衣人后面有一个男性的声音说把门关上 结果 很多人就因为大门紧闭无法离开而被打死 这是第4第5 恐怖分子离开音乐厅12分钟之后 音乐厅发生火灾 屋顶坍塌 这么大的火灾就不像是几个拿着汽油罐的恐怖分子能做出来 所以基于以上几点有人怀疑 莫斯科音乐厅的恐怖袭击就是俄罗斯总统普京自编自导的 另外 法国总统马克龙3月25号说所有迹象表明莫斯科音乐厅恐怖袭击 是伊斯兰国所为 他警告俄罗斯 把恐怖袭击的责任归咎于 乌克兰会失得其反 马克龙同时指出 伊斯兰国之前也曾经在试图在法国发动恐怖袭击 法国即将举办2024年奥运会 法国政府3月24号 把反恐的紧接状态上调到最高级别 目前已经有3000多名法国士兵 在火车站 宗教场所、学校、剧院巡逻 另外有4000名士兵待命 第3 美国媒体报道 美国的华人黑帮已经主导了美国的非法大麻交易 华人黑帮背后还有中国政府官员的支持 报道指出2022年11月 俄克拉罕马州 这个 金飞舍县大麻种植园发生凶杀案 有4名中国人中国劳工被枪杀 这场凶杀案让外界发现当地大麻种植业规模庞大 俄克拉罕马 俄克拉罕马州的官员说当地居民无 无限制的种植医疗用的大麻估计地下大麻市场 每年的产量 每年的产值高达440亿美元 大麻种植已经成为当地的第2大产业仅次于石油业 调查报道发现 俄克拉罕马州有3000多个非法的种植园 和外国黑帮有联系 其中有80%和华人黑帮有关 华人黑帮除了控制俄克拉罕马州的大麻种植 还涉及在其他州发生的毒品贩运 暴力冲突洗钱 地下赌场 伪造文件 银行欺诈等犯罪 报道指出 华人黑帮背后的组织是来自 纽约的三合会 三合会不但在美国桥界有影响力 也和中国政府保持联系 前美国高官怀疑中国官员不但了解华人黑帮的非法大麻交易 甚至有可能为华人黑帮提供庇护 并从中获利 从中获利是必然的 第4 路透社报道 美国前总统川普原本是要在3月25号 向纽约州支付4.64亿美元的罚款 不过纽约中级法院3月25号推翻了这个决定 只要川普在10天内支付1.75亿美元的保证金 他就可以申请暂停执行4.64亿美元的罚款 川普被控夸大财产的规模 欺诈银行获得更好的贷款条件和利率 2月17号 川普被裁定民事欺诈税成立 被判罚3.54亿美元加上利息一共是4.64亿美元 川普提出上诉 法院要求他在上诉之前必须先支付4.6亿美元 川普财产多于罚款可是他没有现金 那么需要贷款来支付罚金 可是这起案件就是欺诈银行所以他 没有银行愿意贷款给他 那么上个星期纽约总检察长詹乐霞 向法院提出申请 一旦川普无法支付罚款 就扣押他的财产 川普于是就向纽约州中级法院提出上诉 法院同意川普的要求 只要他先支付1.75亿美元的保证金 就可以提出上诉 那么这次判决 缓解了 川普的财务压力 于是同时川普创立的社交媒体 真相社交也会在这个星期上市 如果上市成功川普会增加30亿美元的账面财富 这笔财富要在半年禁售之后才能变现 第五 路透社报道联合国安理会3月25号 通过决议要求加沙停火 美国投了弃权票 其他14个安理会成员国投了赞成票 决议要求以色列和哈马斯在 穆斯林战月期间停火 实现持久的休战并且要求哈马斯立刻无条件释放 所有人质 穆斯林灾月是从3月10号到4月9号 那么现在距离灾月 结束剩下两个星期 决议还要求消除所有的障碍 向整个加沙地带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并且加强对平民的保护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格林菲尔德说 美国放弃投弃权票的原因是决议没有谴责哈马斯 安理会投票之后 内塔尼亚乎办公室 发表声明 宣布以色列代表团取消访美计划 声明说美国的弃权行为 损害了以色列的战略战争努力 和解救人质的努力 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目前正在美国访问 安理会投票之后加兰特仍然按照 日程进行访问 加兰特在美国表示哈马斯释放人质之前 以色列不会停止对哈马斯的战争 美国在安理会 美国在安理会背叛了以色列 对拜登而言最重要的是选举 别的都要往后放 第六 加拿大环球新闻报道解放军退役军官 许化界 2021年获得加拿大绿卡 加拿大联邦法院2月裁定 重新审理许化界的移民案件 许化界新年43岁 1998年加入解放军 2001年成为中共党员 许化界在济南陆军学院取得了步兵指挥专业的学士学位 又在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 取得了硕士学位 许化界毕业后在这两所军校当过老师 许化界任教的第一所学校就是河南陆军学院 他是解放军针对加拿大和美国的黑客训练中心 河南陆军学院还是加拿大政府列出的 对加拿大国家安全构成最高风险的研究机构 许化界任教的第2所学校是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的信息工程大学 这所大学是中国唯一所 致力于网络和电子战的军事学院 以研究信息战为名 许化界2018年退役,2021年申请移民加拿大 获得批准 他现在和他的妻子和女儿居住在加拿大的 马尼托巴省 许化界说他只是大学的一名讲师 除了教学以外 什么都没有做 加拿大边境服务局认为许化界在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的信息工程大学任教 为培训战略支援部队做出了贡献 另外这个移民案件凸显了加拿大政府 在筛选移民时存在的问题 许化界在申请中承认 他自己的解放军身份 但仍然获得了永久居民的资格 事实上很多解放军的军人已经移民加拿大 他们在2018年还成立了一个协会 军人写解放军的协会 后来解散 厉害吧 非常厉害啊 西方的开放的系统 就是这样的 没有遮挡 第7 俄罗斯军队3月21号 开始 大规模的空袭乌克兰 3月21号乌克兰军队向基辅发射了30多枚导弹 乌克兰的防御系统击落了所有的导弹 3月22号 俄罗斯军队向乌克兰的电力系统 发射了151枚导弹和无人机 乌克兰军队击落了其中的92枚 3月24号 俄罗斯军队空袭 空袭了基辅和乌克兰的 乌克兰西部的利维夫 乌克兰的防空系统 击落了29枚来袭的导弹中的18枚 以及28架攻击无人机中的25架 另外在3月24号俄罗斯空军 袭击乌克兰的时候,俄罗斯一枚 巡航导弹 侵犯了 波兰的领空39秒 就从他空中飞过去 这是乌克兰战争以来第3起类似事件 波兰3月24号宣布召见俄罗斯大使 但是俄罗斯大使没有去 俄罗斯驻波兰大使安德烈耶夫对俄新社说 他没有前往外交部,因为波兰方面没有提供任何 侵犯领空的证据 波兰外交部说,外交召会将会通过另外一种方式转交给俄罗斯外交部 另一方面 乌克兰军队袭击了俄罗斯的舰队和游库 俄军,乌克兰军队 乌克兰军方 宣布3月24号在克里米亚 击沉了两艘大型的俄罗斯登陆舰 以及俄罗斯海军在黑海的通讯中心 等基础设施 俄罗斯的黑海舰队已经没有登陆舰 乌克兰方面统计,乌克兰军队已经摧毁了俄罗斯 黑海舰队三分之一的军舰 俄罗斯黑海舰队已经不能够在黑海上行驶 俄罗斯已经把 黑海军队已经向东 转移到了新罗西斯克港 那么俄罗斯还更换了这个海军司令 另外 3月24号 乌克兰军队远程无人机,击中了俄罗斯的良战炼油场 截止目前乌克兰无人机已经把俄罗斯西部的炼油场 全部炸了一遍 不过乌克兰攻击俄罗斯炼油场 据说引起了美方的不满,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说 美国政府要求乌克兰停止对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的攻击 原因是无人机攻击会抬高油价 引发 报道说乌克兰无人机攻击俄罗斯西部的炼油场,码头 仓库和 存储设施 削弱了俄罗斯石油生产能力 那么乌克兰副总理 副总理 凡特尼希纳在基辅 年度安全论坛上说 乌克兰理解美国这个要求,但乌克兰正在利用现有的资源进行战斗 你看拜登政府,拜登政府为了他自己的利益 完全不顾乌克兰战争的 需要 我觉得拜登政府已经正在走向他的反面 要求乌克兰停止攻击 俄罗斯的石油设施,别人用他自己的无人机攻击 我不知道美国政府,我不知道拜登政府 已经疯狂到这个地步,第8 韩国外交部3月25号说,被中国扣押一年的 韩国足球运动员孙 孙准浩已经获释回到了韩国 朝鲜日报说,孙准浩是3月25号下午回到韩国 他是在2021年开始在山东泰山俱乐部踢球 阿里阿三年5月因为涉嫌受贿,在上海机场 被中国政府拘留,当时有消息说 孙准浩参与了 队友 金进道组织的几场中超假赛 假球 并且从中获利 阿里阿三年中国嫌弃这个打假 中国这个足坛打假风暴 金进道等多名泰山俱乐部的球员被调查 韩国朝鲜体育报道说 孙准浩将会接受心理治疗,心理检查 并且重返赛场 韩国国家队 韩国国家队中场李在成在接受采访时说 我和队友们一直都在为孙准浩祈祷 并且加油 我会支持孙准浩继续踢足球 很多韩国球迷表达对孙准浩 获释的祝贺 还有球迷呼吁 韩国国家队 征召孙准浩 参加接下来对阵中国足球的世界杯逸选赛 第九 美国之音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约翰逊3月25号发表声明 任命共和党众议院约翰 穆罗尔 作为新任中共问题特色委员会的主席 中共问题特色委员会是2023年 在两党支持下成立的 委员会的终止是提升美国实力 和中共进行经济竞争和安全竞争 现任的主席加拉格尔最快会在4月19号辞职 他会辞去众议院的职务 继任的穆罗尔来自密西根州现年62岁 是中共问题特色委员会的成员 那么今年2月穆罗尔陪同加拉格尔访问台湾 会见了台湾的蔡英文总统 第10 美国商务部3月25号发布数据显示 美国2月份新房销售 环比下跌了0.3% 以年率 也以年率据算为66.2万套 少于市场预期的67.7万套 那么新房销售三个月以来第1次下降 为了推动销售建筑商正在采取措施 降低房价包括提供邀会 2月份新房销售的中位数是40.04万美元 同比下降了7.6% 是两年半以来的最低值 2月份新房供应量是46.3万套 是2022年10月以来的最高值 那么在二手房方面美国商务部上个星期发布的数据显示 美国2月份二手房的销售环比上升了9.5% 年率是438万套 是一年以来的最高值 这是第10第11 自由亚洲电台报道 外号叫第2代美国队长的香港社医人士马俊文 原定是3月25号提前出狱 但是基本法23条立法3月23号生效之后 逞教处取消了他的出狱安排 马俊文被指2020年示威时多数喊所谓的港独口号 违反了港版国安法所谓的煽动他人分裂国家罪 2021年11月一审判处有期徒刑5年9个月 上诉后改判为有期徒刑5年 马俊文被送到 唐副证教处 证教所 逞教所服刑 期间行为良好 根据监狱规则 减刑三分之一 原定是3月25号提前出狱 基本法23条立法修改了现有的监狱规则 除非 这个逞教署署长确信 危害国家安全罪的囚犯释放后 不会危害国家安全否则不得减刑 所以呢逞教署就取消了马俊文的判决 减刑决定 所以这件事情就是这样 这是今天的药文简报 好了我们讲讲今天的主题,习近平的台湾剧本是否会落入蒋介石的苛旧 美国印太司令部的司令阿奎利诺 上将 3月20号在美国 美国众议院 在听证会上说 尽管中国经济下行 习近平仍然会争取在 2027年 2027年之前 具备军事能力攻打台湾 于是 有关这个解放军武统台湾的这个话题 就出现在大家的面前 那么针对2027年这个时间表,美国之音 专访了日本东京大学 东洋文化研究所的教授 东京大学两岸关系研究小组的召集人 松田康伯教授 那么松田康伯教授认为习近平的年龄 是决定 对台动武的一个主要因素 这个非常独特的一个角度 他认为习近平会选择70多岁 仍然有充沛的活力的时间 来采取行动 他还会 这个松田康伯教授 就如何降低这个解放军动武的风险 迫使习近平 这个蒋介石化 以及每日在台海局势中扮演的角色发表了他的看法 那么以下呢就是美国之音的专访的内容 这个美国之音的专访内容说在众说纷纭的北京对台动武的时间表当中 宋田康伯教授认为 2027 2027年来到之后 和2032年这两个时间节点之间 就是2027到2032 这两个时间节点之间 他的分析是 除了北京觉得军事能力 比如说两期作战能力 核武器组合能力足够之外 还要加上习近平野心很大 那么他要在这个位置上做到死 这个因素 所以习近平70多岁 这10年 是台湾面临 非常大的 危险的10年 为什么因为 80多岁的时候 习近平的野心就不一定能够 会去积极地去达成 所以 他到85岁才发动战争似乎有些荒谬 所以他认为他会 这个习近平会选择比较有活力的时候动手 所以松田康博教授谈到 谈到的这两个时间点就2027年到 我们来看一下 2027年到2032年 这个时间这两个时间节点 跟谁很像呢 跟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 伯恩斯的时间窗口是吻合的 伯恩斯最早是在2022年在阿斯鹏安全论坛上说 中国攻打台湾的风险 未来10年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大 到了去年 伯恩斯说 习近平命令他的军队 在2027年之前要做好攻台的准备 那么美国版的台湾危险10年 和松田康博版的 台湾危险10年之间是什么关系 那么松田康博教授 他曾经在日本的外务省 也在日本的防卫厅工作过 他说日本方面搜集情报的能力 也有高超的一面 但是有时候也会参考一下美国的情报 我估计他们之间是有交流的 那最近几年美国的官员对 文官也好武官也好 对解放军武统台湾做出过各种的分析和预测 一个是海军作战部长 叫麦克吉尔迪 吉尔迪是个上将 他当时就建议说美军要在 美军要在这个2024年之前 做好准备 做好跟解放军发生冲突的准备 这是海军作战部长 美国空军的机动司令部的司令 叫麦克尔尼汉 迷你 迷你汉上将 认为 美国要在2025年 将会和中国开战 这个更直接明年就要打 美国印太司令部的司令叫戴维森上将 就是前一任 现在这一任的前一任 他在2021年3月在国会的听证会上说 他说中国计划 在未来6年 要具备 这个入侵台湾的能力 这都是美国这些将领 对解放军武统台湾的一些分析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和拜登总统 的峰会 旧金山的峰会上 他曾经明确的表示 没有所谓武统 武力攻台的这个时间表 他说我都不知道 但是美国国防部负责政策的副部长叫卡尔 在今年年初说 包括习近平在内没有人知道 中国新入侵台湾的时间表 他也不认为习近平已经做出来了去已经做出决定 那么在松田康伯教授看来 美国是个完全公开透明的国家 每个部门 都有自己的想法 军方有情报部门 为了获得更多的国防预算 比较倾向于 强调这些威胁 那么从冷战时期一直以来都是这样 这个看法跟我是一样的,我也是这么觉得 就是军方 会把解放军 入侵台湾的这件事情讲得更 更严重一点 而习近平是美国总统 习近平是在,他认为习近平说我们没有这回事 是在跟美国总统拜登玩这个孙子兵法 所以他强烈扩军的作为 习近平上台之后,习近平的扩军 不是一般的扩军 中国的军费30年涨了39倍,全世界都少见 所以他跟 他告诉拜登完全是两码事 那问题是如何阻止习近平的野心呢 这个宋天康伯教授说 他说我常常讲的一句话就是 台海战争 信则无 不信则有 翻过来啊 什么意思呢 就是如果你认为 台海可能发动战争,所以你在备战 那么备战的结果可能会阻吓战争 如果你认为根本不会有战争,你就不需要备战 反而会要面对战争 所以 台湾 美国 日本 还有其他的国家都要提高 对中国使用武力的代价 所以中国动武的几率就会降低 那么宋天康伯这种组合的观点 和美国国防部 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卡尔的说法 是一致的 卡尔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 虽然没有人知道中国侵略台湾的时间表 但是国防部需要做的是 确保美国的威慑能力强大而且真实 他说我们的姿态就是要保卫我们的盟友 并且阻遏侵略 所以松田康伯首先说 他说拜登总统四次说 要保护台湾 并不意味着美国对台湾的政策 是从战略模糊走向战略清晰 为什么这么说呢 他说战略模糊的核心含义 就是让中国相信 美国会介入 如果你打台湾美国就会介入 他说这个核心是这是一点 而且同时 要让台湾相信 美国可能不介入 就不去挑衅中国 中国大陆 所以呢美国就可以保留最终的决定权 所以呢 这个他就认为他说 战略模糊是低成本的好战略 他说太厉害了 不过呢这个战略有两个盲点 第1个盲点就是中国以为东升西降 美国不会保护台湾 这是第1个盲点 第2个盲点 就是会让台湾担忧 产生 台湾内部会产生以美论 那么好这到了关键的地方在台湾问题上日本能做什么 这是我们都关心的问题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提出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 那么宋田康伯教授指出 安倍晋三的这个提法在日本或者是在华语世界 解读是不一样的 华语世界讲的其实讲的是台海两岸 他说在台湾 这个安倍晋三的表达被解读为日本终于发现台湾的重要性 所以台湾很可能会出兵协防台湾 日本会 出兵协防台湾 那么在中国 这个解读就变成了日本终于露出了马脚 日本想介入台湾问题 那日本他自己是怎么解读的呢 宋田康伯说 如果中国攻打台湾 那这个战争绝对不会陷于台海 东海南海 西太平洋都会变成战场 日本会第一时间被攻击 这就是日本有事的意思 理解吗 我觉得这个看法 真的很不一样 这跟中国跟台湾都不一样 所以日本必须加强国防 也可以间接的日本要是加强国防可以间接的阻吓 台海战争 他说日本政府 目前的政策 就是按照这个来做出因应 宋田康伯教授还认为习近平野心虽然很大 但是中国武统台湾的可能性并不大 为什么因为武统 要付出的代价 和面临的风险实在太高 所以强制性的和平统一 对中国来说 是最好的方案 是最好的剧本 具体来说就是用武力 阻吓美国 然后逼台湾放弃抵抗 投降 缴械投降 那么这种以武力为后盾的统一剧本 和法国巴黎亚洲研究中心的研究员 这个叫 叫这个高靖文 高靖文的有一个看法 很类似 他叫灰色地带 叫灰色地区 战略 很相似 高靖文在 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 他说中国大陆武统台湾只是军事或者是政治宣传战 实际上不会发生武统武力进攻台湾的可能性 他说中国大陆会用军事高压为后盾 最后以和平的手段实现政治目的 就叫不在屈人之兵 那么对于习近平的强制性和平统一的设想 宋天康伯认为并不可能 他说这是不可能的,为什么 他说因为中国大陆无法同时满足三个 和平统一的条件 他设定了一个 你要和平统一 要有三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 你要足够强大 这个很重要啊 足够强大,这是第1个,第2个 美国实行孤立主义 美国孤立主义已经泛滥到了 就是对任何 就是不想对国际事务 发表意见的地步 这是第2,第3 台湾领导人毫不抵抗完全屈服 宋天康伯认为他说习近平的台湾剧本 无论是武统 还是强制性的和平统一 最终都不大可能实现 最后的结局就是习近平蒋介石化 他解释什么叫蒋介石化 他说蒋介石当年 他退守台湾之后 当时他的健康条件还允许的时候 也会反 想着反攻大陆 但时间一长 反攻大陆的客观条件又不允许 最后他只好放弃 不过呢蒋介石表面上 还会继续高喊 反攻大陆统一中国 那么最近的美国哈德逊研究所的中国中心主任余茂春 他说 他认为现在习近平对台湾已经没有办法无计可施 而且贸然进攻台湾可能性已经不高 不过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他的看法值得注意 布林肯是2022年在斯坦福大学的一个对话中说 他说中国正在下决心加快统一 假如和平方式无效 就会使用胁迫手段 很可能如果胁迫手段无效 就会使用强制手段 强制手段就有可能是武力统一 不过呢这件事已经过去几年 大体上 这篇专访就内容就是这么多 这是我最近一段时间看到美国之音最好的专访之一 所以我没有什么补充 因为内容非常的详实 那我来讲讲我的看法 我的看法就从两个层面来分析 一个是客观一个是主观 这是共产党的 主客观分析模式 我们就 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我们先从客观条件来讲 我认为从客观条件来说 解放军武统台湾的条件并不具备 第一个 我们先从军事层面上说 我不是军迷啊,我不是军迷,但是 解放军渡海作战 其实他不只是面对台湾的国军 最大的一个问题是美军 美军怎么办 那 你打不打美军呢 如果你不打美军,你就直接就渡海作战 解放军半渡,美军出击 那解放军肯定没有成功的可能性 那如果你要渡海作战,你要成功 那你就要主动的攻击美军 对吧 要打到美军不能动弹,你才能够渡海作战 但是如果你攻击美军的话,意味着什么?你就不能只攻击美军 你还攻击美军的盟友 为什么?因为 美国跟他的盟友已经签了很多军事同盟条约 只要美军受到攻击 他就需要协助反击 翻过来也是一样,对方 被攻击,美军也要去支援他 那就意味着什么?如果解放军 如果你要攻击美军 你就要同时攻击美军的盟友 包括日本 包括韩国 包括澳大利亚 菲律宾 还有什么 还有北约 北约有多少个国家?32个国家 这32个国家是基本上 这个七国集团是在北约里头,全都在里头 所以 32个国家基本上是世界上经济科技最发达的国家 所以中国要发动一场战争 和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集合体对抗 我不相信习近平有这样的勇气 这是第1条 这从军事的角度 我不讲他的武器大炮 就是他们的军事组织 我不觉得他有这样的勇气打一场这样的战争 这是第1个,第2个 经济层面 如果中国大陆攻击台湾 我们可以参考一下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那西方如果像制裁俄罗斯那样制裁中国 俄罗斯影响不大 俄罗斯扛下来了,为什么 因为他的经济体 是一个资源性的经济体 他出口石油 西方需要石油 所以西方没有阻止俄罗斯出口石油 那现在乌克兰攻击俄罗斯的石油设施,你看他能扛多久 所以习近平 那个拜登,拜登不满意,说乌克兰袭击 俄罗斯的石油 造成油价上涨15% 你不会想点其他的办法吗 要阻止乌克兰攻击俄罗斯石油设施 中国能扛吗?中国未必能扛 为什么 中国是个外向型的经济体 两头 两头在外 原材料在外 外部进口 然后就是你需要大量的进口原材料,这是一头 另外一个就是市场在外 你生产的工业品 工业制品 要大量的出口 其中就包括什么 西方发达国家 中间还有一样东西,叫美元结算 人民币还不能自由兑换 那如果中国面对俄罗斯级别的制裁 我不觉得中国经济能够扛过半年 这是第2经济层面 第3社会层面 中国社会根本扛不住一场战争 中国社会的各种不满 各种仇恨 还有就是 我就觉得这个仗 只要一打的带路党,我相信比清 清朝要多得多吧 而且 而且 而且中共已经把中国社会杀化 杀化的目的是防止出现反抗 但是杀化的另外一个后果就是 中国社会没有动员能力 就剩下中共自己 这是第3第4 从国家层面 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关系持续的恶化 各种脱钩,各种翻脸 经济又不好 大傻臂又持续不下去 你只要一旦开战 中国肯定会被彻底孤立 这个前景是灾难性的 这是客观条件,四个条件 我们从四个层面来讲 主观条件 也不行 也不想干 第1 习近平进入第3个任期,你看看整个他的精神状态 和他争取连任之前完全不同 争取连任各种 各种动作 打了鸡血 现在不是,现在的积极性主动性大幅下降 习近平显然在第3个任期没那么进去 这是第1,第2 台湾议题在习近平追求连任的时候 他是作为一个理由炒作一下,他要连任 连任他是想统一台湾 就给他一个提前连任的理由,当然这不是放在桌面上的理由 这是政坛耳语 就是悄悄话这么说 所以实在不行了,习近平这台海搞点动作 所以 习近平的连任 其中有一个理由,就是台湾议题 那现在习近平已经连任了 在政治上 台湾议题已经没有 没有一个 需求了 已经没有需求了 现在的台湾议题对习近平来说 他已经成为中美关系的一个筹码 而不是党内的 这个政治任务 所以 以习近平现有的地位和他的权利 中共党内没有人能够向他提出这个要求,武统台湾的要求 他也不需要 向党内交差 这是第2 第3 解放军能打吗 习近平这个清洗解放军 从李尚福到刘亚洲 从火箭军到装备发展部 从空军到海军 哪个拿得出手 俄罗斯军队一上战场马上露馅 第2 解放军还不如俄罗斯军队呢 习近平虽然学历不高 但是他非常精明,他也很清楚 他不打呢,最多就不能够拿台湾议题来吹牛逼 但是如果真打 他可能小命都没了 所以这件事情我认为是主观上 他不会做这个选择,这是第3第4 中共 愿意吗 我认为中共不愿意 打起仗来 中共这些贪官们的谈谈罐罐都会被打破 他们的利益会丧失殆尽 所以中共内部一定全力以赴的阻止 就算解放军也不想打 他知道解放军他自己 也知道打不了 这是第4第5 不断的有人讲说习近平要建立不适功勋 我不觉得习近平年国其实还会有这样的狂想 还有这样的狂想 知乎上有个帖子,题目叫 现在的中国全力爆兵有多恐怖 这篇文章我觉得 什么叫爆兵啊,爆炸的爆,兵力的兵 这大概是个游戏上的术语,我不知道我查完之后 网上的一个解释是 爆兵能力就是指军队 在战争时期的总动员能力 那么中国在极限的危机之下 全员爆兵 就能动员总量到达到1.7亿的作战能力 还包括还有另外还有就是各级地方组织的战备力量 那么这个现在的中国全力爆兵有多恐怖这篇文章的内容是这样 他是以一个 第二人称 作为一个视角来写一个战争 这篇文章很有趣 他这么说,他说 你以为的爆兵是你勇约参军 然后趁着步兵战车进入敌战区 勇猛开火 摧毁一个个火力据点 然后载于而归 实际上的爆兵是什么呢,凌晨5点 居委会 带着区区区武装部的同志来敲门 20岁的你和45岁的父亲 被征兵入 10分钟收拾行李的时间 所以这次动员 你们小区就征召了超过6000人 他说不愿意去的人被武装人员压到临时搭建的方舱动员区 用的是方舱 统一宣教动员 据说有几个邻居 问题太多被当场枪决 他说你父亲被派去上海室内 修筑火力点 你呢就在清浦 清浦是上海外围 清浦外围挖壕沟 一星期后 工程还没有结束 那么东海方向铺天盖地的导弹把市区洗了一遍 然后是不规则的地毯式轰炸 这时你还在郊区挖壕沟 手机被没收 无法联络家人 只能偶尔看着市区的浓烟 默默的担忧 壕沟终于挖完了程序员的你体重掉了40% 开始露出腹肌 虽然能吃饱肚子但是质量和卫生实在不怎么样 你腹泻了好几次 直接拉到裤子里 等你以为会给你发武器的时候新的命令下来 你要去阳城湖 防线修建工事 行进途中 一组无动力弹头从地球轨道向你的位置投放 在队伍300米的高空解体 并且释放500万枚污针 队伍就损失了60%的同伴 一个月之后在太湖防线 你端着五六式冲锋枪 在小组政委 和班长的吼声中 对着铺天盖地的无人机编队 发起了冲锋 一位队友问为什么不使用信号屏蔽装置 阻断无人机的信号 答复是 干扰器 无法对付一公里外的无人机 而进入一公里范围之内 无人机就算切断了遥控 也会按照程序 以250公里的速度 向锁定目标 冲击并且爆炸 你们六个小组的任务就是摧毁区域内无人机控制中心 在损失一半队友之后,你们找到了空头下来的无人机控制中心 这是一个类似集装箱的设备 核心链通讯 由远在日本的操作员控制 在炸毁他的瞬间 所有的无人机向区域内的热成向源 发起了自杀式的攻击 自杀式的攻击 你眼前一黑 意识消失前 想起了家人 和小猫咪 不知道他们是否平安 你始终 都没看见过你的敌人 这就是中国现在年轻人 对未来 中共发动的战争的构想 很科幻 也很清醒 蒙他们蒙不住根本就 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问 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 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 请大家点赞 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 我在这里特别推荐我们的Patreon服务 我们Patreon服务有两个特点,第一没有广告 第2个可以有音频服务 开车 或者是不想听广告的网友 可以 订阅我们的Patreon服务 好,我们来讲讲,观点 按照目前中国国内的发展态势 台湾未来 台湾的危险未来是减弱的 国内经济恶化造成国内维稳的压力 将是习近平未来执政的主要压力 未来没有能够 没有能力解决台湾 观点 一些人说如果打陆战,中国的胜算比西方联军大 人海战术无人机 品质差点的大量火炮 足以和西方打 我不同意 确实中国有大量的人口和火炮 可看看俄罗斯只打一个乌克兰,北约只是支援 就让俄投入了几乎所有的战斗力 而北约还没有 所以 这些理论听起来有道理,开始细想一下就会发现问题很多 北约有没有出手,一分钱都没有出手 北约根本没有出手,这是第一 我相信北约会向乌克兰提供一些战场的情报 这个我相信北约是给的的 但是北约没有投入人力 而且北约没有把最先进的武器拿出来 拿出来的都到目前为止 F16还没有给 乌克兰实际上到现在 没有飞机 乌克兰现在是没有飞机 乌克兰没有海军 乌克兰只有陆军 而且乌克兰现在的陆军 经常弹药不足 然后他的补给也不够 这样的情况下还把俄罗斯的军队消灭了 消灭俄罗斯的 基本上战线还是稳定的 把仗打成这样 所以如果跟北约直接打 我觉得 俄军能守几天,我看不出来俄军能守几天 这差太远了,不是差一星半点 制空权肯定是北约的,这个没有疑问,制空权、制海权全部都是北约 跟 俄罗斯没有什么关系,那俄罗斯打啥 我不知道俄罗斯打啥 观点,影响老百姓 影响习近平攻台决策的变量 还有一个 那就是战时军队的稳定性 因为战争时期 一定会下放相当一部分的决 军队决策权 在社会稳定度和军队存有微词的情况下 这将会增加军队在前线倒戈的风险 观点 台湾最大的问题是国民党 从夏令妍到马英九,接连的去中国接受命令 这才是习近平放在台湾的木马 荒唐的是这些人享受高额的退休待遇 却要统一 他们难道相信阿公来了以后 他们还有这种优质的健保和退休金吗 这些人真的是脑子进水 我觉得就应该把他们送到大陆去,让他们彻底的统一一下 观点,本质上中国的自然条件和日本非常相似 全都是人均资源稀少 严重依赖外部 却从来不知道学习人家的成功经验 只学习人家的错误 再这么下去,中国未来比日本惨得多得多 再这样下去,什么情况 我不知道你的认知还是有点不足啊 情况,今天收到通知 要求对邯郸事情彻底淡化 不得发布任何评论文章 同时要对校园暴力事件不得主动报道 单位里的律师私下说 很多律师接到通知,不得发表法律上的解析文章 视频等评论 害怕了 提问 现在很少有人再提 提及几个月前的风桥经验 供销社等议题了 这是不是代表这些东西又不出意外的烂尾 王老师能否做一个简单的评价或者总结 风桥经验不会消失 时不长的会提起来 烂尾的供销社有人在说烂尾 不知道 因为没有消息,没有新闻 没有新闻不一定他已经烂尾 不一定烂尾 因为供销合作总社应该还在 那你怎么说他烂尾 他可能在收缩也不一定 那也可能不说话 不知道 没有消息,主要是没有消息 因为官方媒体也不报道 乖点,毛泽东临死前就是搞文革内斗,习以毛为师,不会外战,只会内斗 观点,莫斯科恐袭不像是习近平自导自演 因为发生任何负面事件 对刚刚连任的普京,政治上是弊大于利 由于美国提前预警过 所以他提前做了预案,一旦真的发生 要如何封锁消息并嫁祸乌克兰 这样恐袭当天的种种怪象就可以解释了 普京没想到这么快会被 ISIS打脸 观点,香港成教署取消的减刑制决定 在叙述时似乎没有表达足够的批评的语气 在叙述时完全没必要放缓 愤怒的情绪 没有,我不是放缓情绪 我是读得磕磕巴巴,因为稿子写得很 很磕巴 我读得很不顺利 不是我这么语气的问题 观点,俄罗斯的恐怖袭击有很多疑点 向极了科格勃的手段 1999年发生的公寓楼爆炸甲旗事件 普京以此为由发动第2次车程战争 这次同样准备充足 全力甩锅甩锅乌克兰 那么这一幕同样在99年中国也出现过 天安门自焚事件只在央视焦点访谈,一次播出 就全网进播 独裁专制者一个字都不能相信 普京 这件事情当然有一个直接的理由,就是普京要进行第3次动员 那么普京第3次动员这个事件 成为普京第3次动员的一个 一个比较有强有力的理由 但是普京刚刚连任 他又同时 这个事件又让他打脸 实际上一正一负都不好说 就说 事件肯定有利于他动员 但是事件从政治上也是 对他的政治地位是有很大的影响 观点 日本美国的情感基础是自由民主和人权 中国俄罗斯的情感基础是独裁专制和野蛮,说得很对 观点,对于ISIS 恐袭莫斯科 普京还说是乌克兰干的 觉得只会让ISIS 采取更积极的行动 这样的话受害者只会是更多的莫斯科人民 独裁者一向不理人民的死活,没错就是这样 提问为什么最近老师的直播 点阅读数这么少 尤其是重看时就几百个点阅 请问王老师 YouTube平台是搞鬼吗 最近有所下降,但是几百个不至于吧 十几万还是有的吧,十几二十万还是有的 那以前我们会,二十万是我们的起步 通常在二十万以上 在此之前 那最近流量是下跌,流量下跌原因 有个说法是 有关方面在发工 我也不知道发什么工 有可能 有可能 跟YouTube,我觉得YouTube没有理由做这样的事情 提问王老师好,我家孩子今年11岁 和他沟通时发现他在学校被洗脑 特别仇恨日本和美国 需要给他反洗脑吗,担心反洗脑之后 在学校被孤立 请问我该怎么办 老实讲真的没有办法 就说 你要让这件事情 没有受到损害的 平稳过渡 可能性是零 可能性是零 一方面 他还是个孩子 他的判断力有限 这是个大前提 另外一方面,你又不想让他利益受损 所以呢,又不想他被蒙蔽 这就变得很麻烦,这两件事情是矛盾的 那怎么去化解这个矛盾,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我没有这样的实践 所以 很难办 很难办,这件事情很难办 这就为什么 有些家庭要移民的原因,其实为了孩子啊,为了去 香港啊等等,都是解决方案 但是如果不走怎么办,我之前看过一个评价 但是我又觉得,我后来想了一下那个评价 也不是每个人都做得到 所以我也不想说 这真的不好办 真的不好办 情况,坐标顺德的家具强震 OK,今年店的生意 比去年同期差了不止一倍,一半 连客户都私下问我们,是不是整体都很差 提问,请问王老师,下一步彭女士进政治局吗 有这样的传言 有这样的传言 但是我老实讲,我不大相信 为什么 因为 因为你前面有个江青在那里 朱裕在前 就算习想做 习想这么做 也未必做得成 我觉得是这样,他旁边人也得劝他 因为 安排彭进政治局这件事情 你第1个,你先得成为中央委员吧,你中央委员现在都不是 彭丽媛现在中央委员都不是,你先要成为中央委员,然后再要成为 政局委员 然后 对呀,这两个动作,就要进政治局的话 你要等 你要等 等下一轮选举了吧 你这会怎么进,我不知道怎么进 中央委员可以,中央委员因为有人退出 你要不增补 但是你不是后补委员,你怎么补进去呢 这有点难,我觉得根据现有的党章 我看不出来他进得去 就说你得先这个后中后补吧 你至少可以 等下次中全会,就三中全会 你先把彭丽媛增补为中后补委员 那你把他变成中后补委员,你的意图就暴露了 对吧 你不把他变成 后补委员的话,你怎么让他进中委 你不进中委怎么进政治局 破例,这不符合党章,我觉得他未必过得去 观点,上周末有网友因为AI感到焦虑,我可以理解 一 现在中国大部分民众本身就有深深的职业焦虑 和 生存的焦虑 大家有房要工,有家要养,社会又缺乏有效的 保障机制 如果AI真的导致自己失业,会是巨大的挑战,这是第2 国内市场重 重抄袭轻创新 重稳定轻改革,各种各行各业都缺乏创新动力 具有 重高度 重复性 缺乏创新的工作,恰恰又很容易被AI代替 AI擅长把工作做到60分 却很难做得更好 但国内很多行业 真的就60分都做不到 周围有碎禁的阔太太,依旧粉红 还认为上头会宏观调控到一个好的方向 尝试褪色只会一句话 上头也不容易,管理这么大一个庞大的系统 什么都什么时候了 这样的最近还有大面积 国人真的像带载 带载的羊,刀子不抹到脖子不会在意 那不是 那不是 我不觉得,我不同意你的看法 有人是这样 但不是大部分人是这样 我认为大部分人还是明白的 观点,仲态不可能打 什么仲态不可能打 中共其实非常担心,如果真的全民动员 打仗的话 很可能拿到枪的老百姓 会把枪口转向对准,中共就是这个问题 你发枪你试试 你发枪可能 我觉得你发了枪可能 最先被打死的就是当地的书记 提问,中国地方政府开始严查摩托车 严查汽车超速乱停乱放,是不是大量的开始罚款,老百姓苦啊 是的 地方政府现在使劲的罚 情况,解放军根本不想对外作战,镜头前口号喊得越想 实际行动会更差 基层战士士兵 都会骂领导,上了战场背后 想干死连长的人不在少数 解放军口号不具于美军一战 实际内部有很非常清醒的认识 就是美军不能碰 解放军只是党卫军,枪口永远对内 对呀 你看这个军报 暴军 军报暴军 那篇文章 这就是中国年轻人写的 很科幻 但是也清醒 就是你这张打下来 你连对方的人还没见着,你已经不见了 就这意思 观点,台湾危险最大的源头是中共 不是什么国民党,解决了共产党的问题,台湾的危险就立刻消失 观点,我比较相信ISIS释放的 恐袭视频 至于俄罗斯官方反应迟钝 很大程度上 和俄罗斯国内出现的失序 我甚至觉得在前线吃紧的情况下 国内这些内务部门和警务部门 是否有足够的弹药供他们对抗一场恐怖袭击 不可能吧,我觉得弹药不会没有吧 保卫 保卫莫斯科的弹药那还是要有的 那是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 做更好的节目 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